我是阿群 今天我们要做的塔罗测试的题目是 这辈子你为什么会投身在这样的家庭里 那我这边桌面上还是一样有放了三张图卡 来作为今天选项的一个指示物 那从左到右呢 分别是选项一选项二选项三 然后大家还是跟之前一样 确保周边环境安静 也让自己的身心平静下来 然后在心里默想问题 这辈子我为什么会投身在这样的家庭里 然后再凭第一直觉从三张图卡中选择 你感觉最强烈的那一张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选拍吧 如果大家还没有选好的话可以暂停视频继续做选择 如果已经选好的话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解排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的情况 选择第一组的朋友 我感觉这一世你投身的这个家庭 整体家风 家庭氛围是比较严肃的 那有可能是你们家带头的做祖的那个人 父亲或者母亲 祖父或者祖母 本身就是一个偏严肃理性的那款人 那对自己或对家人要求高 或者有一定的要求 比较不苟言笑 管教你们也会比较严格 有一种要尽可能按他的规矩形式的感觉 所以在你的整个成长过程中 家庭的整体氛围可能会比较压抑 对你个人来讲可能也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也许是家里的那些主要人物 对其他家庭成员有很多要求 或者有很多规矩 所以整个家庭气氛是比较压抑的 家里人呢 平日你也不怎么表达爱的 就是有爱也是藏在心里 很难拿出来展示给对方的 更多是一种我爱你 我为你好 我才更要严谨的待你 嘻嘻哈哈成和体统那种感觉 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你呢 好的地方在于 有可能受长辈们理性务实的影响 那你也会倾向于在你人生追求的方向上 也要尽可能看到一些实际的成果 而不是散漫的虚无缥缈的东西 你会很乐中于想要得到或者达到某种结果或者目的 哪怕你自己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达成 你都会想要想方设法去强行达成 所以有可能成长过程中呢 就是家里人会鞭策你去达成某些目标 就是赶着你去达成 不管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 因为他们想要你强大 想要你在这个过程中能建立自己的能力 所以后面 也许是那种形成一个惯性 就是你的潜意识 一旦有一个目标 你也会赶着去达成那个目标 就像成长过程中 家里人在赶着你出结果一样 你不赶紧想方设法去达成 你会紧张 会不自在 潜意识会觉得不达成不行 会焦虑 那还有一点是 你们也会尽可能让自己果断的去下决策 虽然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呢 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需要面临抉择 抉择取舍的时刻 那有的人呢会想很多 就是那种摇摆不定的 不好取舍 而你们虽然也会有围栏的时候 也会有栏取舍的时候 但是我看到你们会尽可能让理性上限 尽可能不去纠结 而会愿意选择说 狠心的去舍掉其中一个选择 所以原生家庭呢 带给你的影响好的地方在于 那你更理性 就更有诚实的这种魄力 那不好的地方呢 在于可能会让人觉得你物欲很强 就是甚至有的人就是很好追求权势 城市过程中会少了一些人情味 甚至有点狠心 对那当然不一定是对别人狠心 就是有时候你们是对自己也狠狠的 那另外呢 可能原生家庭一直以来的那种压抑感呢 那你们在成长过程中呢 总会有到一定程度你们就要乍一次的感觉 就是那种压抑很久的什么情绪 需要不时的倾泻一次的那种感觉 那你们为什么需要投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呢 你们这辈子为什么需要投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呢 我这边是我看到的是 投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是你和你的家人 就是你和你的家人 你们的灵魂在生前就已经协商好的 类似于灵魂在生前大家就已经开过会了 就已经聚在一起讨论过了 来地球体验的这一世 我们要扮演家里的家里人 然后去完善人格上面缺失的那些部分 然后大家就穿着肉身下来当家里人了 来一起来上演一些剧情了 好吧 那我这边看到选择这一组的大家 你们其实本身是一个很有很厉害的人 是一个魔术师 念经术大师 你们是能通天能陆地 能闻能武 有尘气但是也有灵气的一群能的 你们的本质是这样子的 那这一世呢 你们其实是通过投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来给你们限制 限制你们本具有的比较灵动的那一部分 通过限制带来的不适感 那你们能有所察觉 懂得成长转换 懂得呢 知晓你们这种完满的人生呢 不只要有理性的表达 也要有感性的滋养 透过投生这个家庭 透过看到这部分 这部分限制 让你们重新找回完满的自己 成为那个不只会陆地 也能通天的魔术师 知晓表达自己的价值 不只可以通过理性的 僵硬的方式展示 展现 也可以有感性的 柔软的 艺术性的表达 通过 就是有点像说 通过投生在这样的家庭 然后去破除限制 去觉察自己的人生 也可以自己掌握 不一定要全盘延续 家里人的信念模式 也可以用自己的节奏 去当自己的女王或者国王 在过程中去慢慢建立 培养安全感 去更丰满自己 这样子 那这就是第一组牌的讯息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的情况 选择第二组的朋友 我感觉这一世 你投生的这个家庭 有可能是你家里 其主要影响的那些家庭成员 比如你父亲或者母亲 祖父或者祖母 本身比较没有主见 或者不敢太有主见 会想很多 反复衡量 也有一定的戒备之心 导致处事的态度上 会比较保守 畏畏缩缩的 然后凡事不敢太冒进 或者没有力量去太冒进 那也可能你们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比较强势霸道 管着另外的家庭成员 让大家处事反应上摇摆 不敢太有自己的主见 有害怕恐惧的能量 这一组的家庭里 有的甚至会存在一些家庭暴力 父母之间 父母和孩子之间 有打骂管制 或者约束的可能 那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家里的人 待人处事上 多少不敢太敞开心 非放开手脚 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 成长的你 多少也让你在面对 人生的一些重大事情 或者抉择上 会显得比较迷茫 找不到方向 难以去辨识 辨识明晰一些真相 拓出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向 然后因为原生家庭中存在的 家庭关系紧张的可能呢 特别是如果是父母之间的 关系紧张 那也会导致你们在长大之后 对健康的良性关系的把握上 显得比较困难 容易遭遇感情不顺 或者说容易吸引来 不合适的人 导致情感受挫或者失败 那同样的道理呢 也会影响婚姻中的夫妻关系 那当然你的家庭 对你的影响也有好的一面 好的地方在于 如果你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 很独立自主的人的话 那这个家 这个家庭会像一面镜子一样 让你清醒 就是像照镜子一样 会让你清醒 让你知晓 你必须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越是没有冒险精神 越是摇摆不定 犹豫不决的 相反你会想更有冒险精神 你会更想去拼 去闯 而不想变成像他们一样的人 那你为什么会投生在 这样的家庭里呢 第一组是因为家里人 在投生之前就商议好 签好合同 要一起当家里人的那种感觉 那第二组的你们呢 则更像是 你们灵魂本质 不想来这个家 或者抗拒来这个家 做体验的 但是老天爷呢 他是硬安排来给你体验的感觉 就是你越抗拒什么 越需要通过这一世的课题 体验去接纳他 所以可以说是 老天爷安排给你的考验吧 然后 其实一般上天考验你 多半是因为 他觉得你 你是一个勇士啊 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啊 你是带使命来人间的那种 所以说你需要通过考验来修行 这种感觉 知道吧 所以你才会来到这个家 也颇有一点像是那个什么 就天将将大任 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对不对 就是来磨练我们那种感觉 所以这是你们避开不了的 就是拿到的剧本是这样的 那就你们就只能好好去过课题 就只能是既来之则安之吧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上天的 给你们的这个讯息呢 是在告诉你们说 如果你们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 必须要跟这样的家庭去 产生年纪的话呢 如果说在这个 走你人生的这个道路上面 你觉得很累 这过程很累的话呢 你们就休息就好了 好吧 那等你们休息好了之后呢 你们就继续赶路 继续上路 因为你们是勇士 如果能在这一世里 把在这个家的 关于这个家的一些课题 创伤啊什么的 聊一环过完 那你们也就不必 以后也就不必再轮回 再反复了 是这个意思 好吧 那这就是第二组牌的讯息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情况 选择第三组的大家 相对于第一组 投生的那种比较理性务实 有规矩的家庭来讲 你们这一组投生的家庭 就比较相反 你们的家庭氛围是偏感性 随性散漫的 所以有可能是 你家里的主要成员 你的父母们 是比较感性随性的 那他们对他们自己 或者对自己的子女 教育这一块 没有太多严谨性的规划 比较随遇而安 或者偏散养那种 打个比方 在教育孩子这一块 第一组的父母 可能会管得很严格 要这样做 不能那样做 有他们坚持的原则 而这一组的你们的父母 或者说家里 其他重要的家庭成员 他们则没有那么多严谨 教育的概念 甚至他们自己的人生 也不是弄得很明白 所以对于教育孩子这一块 自己也不太在行 也就会偏散着羊那样子 那总感觉 这一组你们投生的 这个原生家庭 是比较偏重视精神 或者情绪价值上的体验 多一些的 而比较忽略 或者不经专于物质层面 有的会以重享受 但不善于赚钱 或者不善于打理物质 所以这一组 有的家庭物质方面 并没有很好 比较缺钱 或者至少是比较拘谨的 哪怕是不缺钱的家庭吧 花钱也不敢太放肆 小心翼翼的 那在这样的 原生家庭环境下 成长的你呢 很大可能会受 家庭当中的那种 随性散漫的氛围影响 而让你们也会养成 一种随性的 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 不会想很多想很远 尽量不给自己很多包袱 让自己太累 所以什么样的家庭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没太跑偏 第一组跟你们相反 家风严肃 那孩子自然会有压力 那这一组是比较随性的 那自然就比较没有压力 比较自在 但是这一组呢 如果随性的特质太过的话 可能也会造成你们处事 不能太负责任 就是不太成熟的那种可能性 缺单单的这种可能 只按自己心意来 难顾大全 都是有可能的 好吧 然后因为你的原生家庭 核心能量比较感性 就是水元素比较足 重情感享受 你的爸爸妈妈 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有这种倾向 那么有可能是因为遗传 也可能是因为潜移默化的影响 也会让你沾染上那种 比较容易感伤怀旧的情绪 但是好的地方在于感性的能量 始终在影响整个家庭以及个人嘛 所以你们也比较有共情能力 比较能在团体当中 或者以后你们自己的家庭当中 去尽量调和人际关系 你们比较懂得以和为贵的珍贵 那这一辈子你们为什么会投生在 这个家庭里呢 我觉得第一组是和家 有点是那种和家人商量 要一起投生当家里人的 那第二组是老天爷硬安排 去投生在那种家庭里的 而第三组的你们呢 则是你们灵魂本质 自己想来这个家庭体验 有一种就是以前几辈子呢 我没有体验过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 过人生的经历 那这辈子呢 我想试试看 我想冒险看看 看看好不好玩 看看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 这种感觉 好吧 比如你们上辈子出生在 第一组的家庭里哦 体验第一组家庭的一个感觉哦 那上上辈子出生在 第二组的家庭里哦 去体验第二组的 这个家庭的这种氛围嘛 那这辈子呢 你就想给自己全新的 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你们的灵魂本质 选择来来这一组的家庭里投生呢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吧 那这边呢 我还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明确的讯息 在告诉你们 或在提点你们了 就是你们要在这一世 玩满你们自己的话 你们一定要学会落地 而不能只求精神感情 虚无缥缈的那些东西 你们要学会做规划 要务实 要好好赚钱 让自己更成熟 沉稳 因为原生家庭 水的能量太影响你们了 你们有时候会比较飘 知道吧 那么你们得用土的能量 去做平衡 那这样才能助力灵魂 在这一世更成长 好吧 那这就是第三